NASOS Music Library 160万余首乐曲 4万余位作曲家与演作家之作品 年代范围涵盖中世纪至当代作曲家作品 除提供大量古典乐曲外 另有传统爵士、现代爵士、怀旧曲、儿歌、新世纪、民谣等等类型 进入到辅大图书馆电子资料库的页面 可以点击上方资料库总览 或是一主题来找到NASOS Music Library 在旁边也可以看到此资料库的相关简介等等 提醒大家这个资料库是可以在校外连线做使用的哦 但需特别注意的是 同时上线人数限5人 大家在使用完后要记得按登出 来释出使用名额给其他人使用 点击资料库的连结后可以在左侧看到各种不同的浏览分类方式 以及其他功能栏位 那刚进来的页面会直接是资料库的主页 可以看到平台最新整理的精选专辑 如想进一步去做聆听 可点击专辑封面或是标题连结 那平台界面预设语言为英文 如需修改使用语言 可以至上方选择其他语言来进行使用 在右上方则有关键字搜索的搜寻框 在此直接输入关键字就可以进行基本检索 若有想进一步限定搜寻的目标 建议大家可以使用旁边高级检索的功能 在高级检索中 除了可以依需求进一步限定所欲查找的音乐 若有不确定的名称 可点开位在每个搜寻栏位后面的搜寻按钮 直接以A到Z的方式进行浏览选择 输入完关键字后 搜寻结果中会列出相关的专辑 并检验每个专辑的标题、厂牌等等资讯 想再了解其他更详细的资讯 只要点击专辑标题或封面就可以查看咯 在此不仅可以看到完整的专辑介绍 专辑封面、内页、封底等等 点击右上方的播放键 还可以聆听该专辑的所有歌曲 另外这边和大家特别推荐一个功能 首先只要将自己所需的曲目勾选 再按此键 就能将选取的歌曲加入目前的播放器中 在画面的右侧点开尺图示 就可以看到线上播放器咯 无论是要增加或删减想聆听的曲目 或是选择随机或全曲循环播放 都可以在这边做操作哦 接下来要和大家介绍人物这个栏位 在依人物浏览的分类中 区分为作曲家和艺术家 并依名字A到Z排列 下方也可以透过输入关键字的方式来搜选 第三个要和大家介绍的是分类 在此则是以不同的音乐种类去做分类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类型去做浏览哦 在搜选曲目时 如果没有其他曲目资讯的话 也可以透过唱片厂牌这个栏位来浏览哦 在此也是依照A到Z排序 旁边一样也可以直接透过关键字搜选 除此之外在资源的地方 此资料库也有提供音乐学词点 音乐背景 历史引导等等相关资源给使用者做参考 最后大家也可以自行去注册一个个人账号 注册成功后就可以收藏自己喜欢的曲目 或是储存制定的播放清单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也请别忘了订阅福大图书馆的YouTube频道哦